这个滑鼠本身是椭圆形的造型 而且它的设计上刻意让你能够方便拿在手上空中使用 所以这里做了一个勾槽 你在握持的时候可以摆放你的食指 底下的部分有一个电源开关 可以帮助你节约滑鼠的电力 它这里有一个连线的按钮 你按了这个按钮之后 可以重新的跟发射器互相连线 如果说滑鼠控制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按这个按钮重新校对 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光感应器的开关 它可以感应说你这滑鼠是放在桌子上还是拿在空中 那自动切换它的滑鼠模式或者是空中感应模式 这边是一个雷射读取头 这个雷射读取头呢 本身具备800DPI跟1600DPI两种功能 那它可以即时切换 你只要左右键按住 左右键按住你会发现 它的灯会闪烁 闪两次就是800DPI 再按住一次 它闪烁四下就是1600DPI 那上面这里有一个A钮 这个A钮是切换滑鼠模式跟空中模式 假设你滑鼠拿在空中 它看到后面这里 这里呢这个是电池 还有发射器都可以收纳在这里 它这个发射器一次可以对应四只滑鼠 滑鼠模式其实不需要多说 就像一般滑鼠在桌上操作一样 即时模式呢就是你将滑鼠拿起来之后 你按住A钮 滑鼠的油标会随着提杆感应 跟着你的滑鼠做移动 做左右键的操作的时候 你会需要全时模式 你将这个A钮按两下 它就会进入全时模式 那搭配一些画图的软体 你就可以在空中操控你的滑鼠油标 去进行画图的动作 空中飞鼠的简报模式啊 它可以利用按住A键做即时的滑鼠控制 即时的滑鼠控制 这样子可以拿来取代传统雷射笔 那它的滚轮呢 可以切换上一页下一页 做记录或者是做重点提示的功能 这个影音网站它具备了就是体感的 它具备了一个蛮炫的界面 那你搭配体感滑鼠之后啊 你要做一些拖曳或者是去浏览的动作 都会十分的方便 这一支滑鼠的支援 这是体感滑 AirMouse它最大的优势 AirMouse它最大的优势 它操作跟驱动程式什么的 通通都完全跟 完全跟那个一般的滑鼠一样 你只要一般滑鼠能够做的事情 它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它也不需要说去重新的去学 或者说安装的时候要灌起 各位可以透过我们这场微机电的通通飞鼠啊 做很精确的一个瞄准跟设计 所以呢会让你的游戏效果啊 拿到非常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效果 谢谢